新生导师带领学生和家长一起穿越星光隧道 感受学习量能永远闪耀的进学里 代表星火相传的烛火闪耀着光芒 迈入第三年的实验教育 以未来力教育作为特定的教育理念 期望男容学子都能开创无限可能 我们透过了学校的一个设计 然后呢也今年最主要也是有透过 包括市长副市长 还有来自于各界对于我们男农七年级的新生 所有给予的一切的祝福 那最重要的其实是展现我们未来的孩子的学习力 竞争力 那最重要的其实对于孩子而言 念实验学校对于家长 还有我们目前在教育实践上面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展 最重要的其实也对于我们目前的孩子 给予未来更多的祝福 所以今天的活动里面我们除了给孩子的一封信 对于未来的祝福 对于现在的期许 对于他们念男容 对于留在基隆 其实对我们而言孩子有更多的竞争性 朋友学生适应未来能力 和创造未来动力的课程内容 让孩子们有不少收获 我们学校有很多童军活动 然后之后我很多个都有参加 然后每个童军活动都非常的充实很好玩 我发现这个学校的老师都特别认真 我也觉得很放心 参与进学里的家长踊跃 给孩子满满的祝福 校方也指出会不断滚动式修正 让实验教育学校可以稳健前行 我们会修整这个权威 更适合孩子们学习探索 以及表达实践各方面 在活动课程上面 我们都有更进一步 更精细为孩子设计的 未来还会有转动奇迹的自行车课程 成数望世界的攀数课程等 校方希望让学生与家长们 在教育上能有更多元的选择 开创每一位孩子的无限潜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